我身為相對的球員 我被這麼多球迷愛戴 我覺得 我覺得我要好好跟球迷說 要好好跟球迷說再見 都難得穿那麼穿還要哭成這樣 我覺得要好好跟球迷說再見 因為我們的球迷是真的是 對我是很好的 然後可以再相對當球員 我覺得是一個很光榮的一件事情 其實我還是覺得我要好好的 身裝打扮要認真跟球迷朋友講講話 然後跟他們說今年是我最後一年 然後要很認真的 跟每一個朋友跟球迷朋友跟他們講 謝謝他們 跟很久沒有來的老朋友說 你們的老朋友要退休了 可以回來看我一下 然後我們最後句一句 2 1 請揭曉 好的 謝謝 謝謝思琪 這是我們思琪的公仔 那這個公仔呢 他完整呈現了 思琪在戰場打擊區前 他的這個生產動作 招牌的動作 是不是很微妙微笑 好 上一次有這麼多 媒體 然後我穿著那麼帥 然後還流眼淚 謝謝 應該是在08年的時候 然後 是當時的頒獎天禮 不行啦 然後從那一年的頒獎典禮到現在 我覺得 我是很幸福的 因為這樣一路走來 好多球迷朋友 他們一直在鼓勵我一直支持我 他們一直很希望我繼續走下去 那當然從 從今年開始 有很多回憶會一直湧現嘛 就會覺得說 到了這個球場 或到這個環境 會想起 過去的一些 比賽的過程 還是要先跟媒體說聲不好意思 因為 隱退的事情一直到今天才公佈 是因為 從1月一直到 現在 球團有很多事情要 要做 要宣布 那我覺得 我是以團隊為榮 團隊為主的 一個選手 那我覺得我個人的事情 是可以 放在後面 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我覺得 還是以團隊為重 那當然這段時間 也陸續跟 隊上的一些老學弟 小學弟跟他們講 因為我怕我自己 我怕我自己愧題 因為我是一個 應該是說 是一個 很在棒球的人 有時候要卸下 要卸下球衣的時候 會很難接受 但我這幾年 一直有去 試著去想像 可是 今天到來的時候 還是會很難接受 接受這一天 那有無數個版本 一直在我腦海不斷浮現 然後也試著去想像 自己退休的時候 要怎麼做 然後 該怎麼辦 然後也 陸續 有學弟會問 然後 覺得是說 是不是就是 安安靜靈的 在球季結束的時候 就跟大家說再見 可是我覺得 我身為 相對的球員 我被這麼多球迷愛戴 我覺得 我覺得我要好好跟球迷說 要好好跟球迷說 再見 都難得穿那麼帥 還要哭成這樣 對啊 我覺得要好好跟球迷說再見 因為 我們的球迷 是真的是 對我是很好 然後 可以再 再相對當球員 我覺得是一個 很光榮 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還是覺得我要 好好的 身裝打扮 要認真跟 跟球迷朋友 講講話 然後跟他們說 今年是我最後一年 然後要很認真的 跟每一個朋友 跟球迷朋友 跟他們講 謝謝他們 跟很久沒有來的老朋友說 你們的老朋友要退休了 可以回來看我一下 然後 我們最後句一句 謝謝 謝謝